我一開始工作的時候就是勞退自提6% 那我自己目前勞退提拨帳上的金額 已經有來到50萬了 所以對我來講等於是另外一筆額外的 小小的退休金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強迫出去的方式 讓自己每個月多存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少花一點 即便是當年剛出社會 薪水只有差不多3萬十 寶可夢還是選擇勞退自提6% 在勞退心智中 雇主每個月要幫勞工 提拨6%的退休金 勞工也可以再選擇自提1%到6% 而新智勞退金是個人專屬帳戶 不少人常常把勞保老年給付 和勞工退休金搞混 其實不是同一筆錢 第一個 你那個自提金額可以納入 隔年所得稅報稅的免稅金的範圍 第二個 你自提的金額 跟原本勞雇還有政府繳的保費 這些加起來 可以納入你那個 萬一就未來你如果退休以後 我們每年都會領那個 所謂的支息 我們現在勞保基金會有支息 會有利息 那個利息而且然後我們的法律 是規定保障2%的利率 就再怎麼樣跌 投資再怎麼樣差都會2% 你未來退休 你能夠領的利息會比較多 那就可以相對抵銷未來通貨膨脹的那個問題 新制勞退基金有兩年期定期存款的最低保證收益 比較救治和新制 救治退休金必須是勞工在勞退新制上路後 仍保留救治年資 也沒有離開原公司 直到符合勞基法救治退休金 請領資格申請退休才能領取 也就是勞工要離開原有任職的公司 勞退新制請領規定寬鬆 年滿60歲就可以向勞保局提出申請 不用退出勞保 也不必向公司辦理退休 領完後可以繼續在原公司工作 而2022年新制勞退基金大虧錢 截至10月底累計虧損2759億元 平均每位勞工產培22000多元 2023年3月的分紅飛了 學者提醒請領勞退金時 務必先check新制勞退基金的最新收益率 一定要在收益率為正數的時候請領 收益率越高 請領金額會越多 而單靠勞退和勞保 恐怕難以支撐未來的退休生活和通貨膨脹 比如說我存到了50萬左右 我就會開始去投資美國股市 那美國股市的話呢 它的平均報酬率是10% 所以它的負利其實是非常驚人的 那台股的話大概是7%左右 那民眾如果覺得美股壓力很大 那你就可以先從台股存起 而大家現在人心惶惶的 就是預計2028年破產的勞保 這某些官員也大概有提出 有講過 就大概要撥不到1000億左右 這可以讓改革的力道比較溫和 而且可以比較永續 那這1000億到底從哪邊來 那這大家要去討論 日本也是為了解決他們的這個社會保險的財務問題 他們也提高營業稅 提了蠻多的 那我覺得台灣的營業稅率基本上像是5%嘛 基本上是偏低的啦 所以這部分是可以有個 可以有個琢磨的一個空間 那當然就是提高營業稅率一定是 脂肪已經會反彈等等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這不解決的話 那等於是再留子孫嘛 我想年輕現在很多的年輕族群都說 那未來同款不要加入勞保了 因為加入勞保我也會領不到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年輕人 是對自己的未來是沒有想像的 低薪高房價加上對未來退休生活的絕望 改革必須馬上做拖越久勞保的動越大 要給還在職場拼搏的上班族一個盼望 TVBS新聞柯盛雄何家陽王一節才會不到